欧阳和王轩一回来 果然就直奔了水优寒这个院子 小红也不用人吩咐 就端了醒酒汤过来 连王轩的份都有 王轩又夸水优寒想得周到 丫头也调教得好 说了会闲话 就带着王燕燃回府了 王家兄妹走后 欧阳就和水优寒谈起今天的热闹 又说第一天开业 手工灶几乎被抢够一空 水优寒想起 王轩今天对他似乎特别多理 就问欧阳道 大哥 你可觉得轩公子今天有些奇怪 虽说他平日就彬彬有礼 可今天对我格外客气 大哥可知道是什么缘故 欧阳笑了笑 也许是对你有所亏欠吧 嗯 他什么时候亏欠了我 是这样 那天我本打算放了那贤汉和房主 可燕姨娘竟然恨上了你 她惯会颠倒黑白 我怕你以后因此吃亏 就觉得这件事还是和沈家说明白的好 我就把那两个人送到阿萱那里 把事情经过都和她说了 阿萱就回名了沈夫人 沈夫人十分生气 当晚就派人去了沈家别院 把燕姨娘他们送回了沈家 还给沈二公子写了封信 以后即使燕姨娘想借沈家的势力 为难你也没那么容易 阿萱和沈家的姑表心 燕姨娘这事她也觉得很没面子 嘱咐我们不要生长 我倒是没什么 反倒是大哥你受的委屈比较多 他们应该是对不起你才是 不过大哥 你那天好像答应了要替燕姨娘遮掩的 水优寒盯着欧阳问道 我答应了吗 欧阳反问 大哥不是让燕姨娘放心走吗 你倒是记得清楚 不错 我是这样说的 不过那可不是答应了 无论如何都会给她遮掩 我吃了他们无数次亏 总该学乖不是吗 我让她放心 只是让她不要生事 我就稀释宁人 可她偏偏不知悔改 还惦记着害你 难道我还会再姑息她 大哥 燕姨娘他们就是吃定了你是君子 对你可以用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没想到大哥 你再也不吃他们那一套了 燕姨娘现在只怕也恨上大哥了吧 燕姨娘的口才 大哥也见识过了 沈儿公子特别宠他 大哥你说 沈儿公子会不会被他说动 也既恨上我们 小韩 沈儿这个人 可不是违背女人左右的 不管怎样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害你 水优寒听了出欧阳话里的坚决 低头掩饰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又问道 大哥 那个江音儿 他的 他的 欧阳看水优寒的表情 明白他问的是什么 不错 他是真的有了一个多月的深运 我说的是真的 哦 其实水优寒只是有一点疑惑 这个年代女人的真操思想 根深蒂固 这未婚先孕 难度实在很大 现在他不用疑惑了 只剩下感慨 这古代也有豪放女啊 但愿江音儿 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小韩 你以后若是知道什么 就直接来和我说 不要像上次的事那样 拐弯抹角 不说清楚 害得我那几天 一直猜不透你的意思 总是一神一鬼的 欧阳从怀里 套出水优寒 送他的护身符 在水优寒眼前晃了一晃 又小心地放回怀里 水优寒黑黑笑了两声 对于欧阳肯和他如此 开诚不公 心里很是高兴 他们说的话很不好听 我是不好意思和大哥说 况且我只听见声音 并没有见到人 我怕是我弄错了 大哥要责怪我冤枉好人 你平时可不是这样多心的人 别人怎么看我 我并不在意 可是我不愿意大哥 对我哪怕有一点点的误解 这才患得患失 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水优寒认错态度非常良好 想起西山寺 水优寒又想起那空中楼阁 就和欧阳说了 欧阳也很惊奇 原来桃园中竟然别有洞天 那里我也去过很多次 竟然没有发现 你说那阁楼应该经常有人去 我估计是知名大师 他是奇痴 经常一个人带坐伴想想一步骑 那里那么安静 他应该很喜欢 阿轩和他交好 或许阿轩也是知道那地方的 轩公子也知道那个地方 水优寒已惊 如果是那样 那么那天 有个疑问 从水优寒脑子里一闪而过 欧阳看水优寒 刚才还是一副认错的乖宝的模样 现在又有些出神 不由回想起水优寒 在自己面前的种种神态 片江婴儿时摆出的 市井刻薄妇人样 被燕姨娘吓唬 故意做出来的夸张害怕 转眼又立起眼角耍狠 被自己发现后 还做了个心虚的鬼脸给自己看 再后来不知他怎能又跑到燕姨娘跟前 然后被燕姨娘威胁 自己拉了她走 他就像没听到燕姨娘的话一般 乖乖地跟着自己走 欧阳这些年交友广泛 美人也是见过不少 从未对谁动过心 水优寒很美 但是在欧阳眼中的水优寒 更是可爱的 就连水优寒在他面前耍得小小心迹 他都觉得分外可爱 欧阳看着水优寒 自己也发起呆来 转眼就到了六月底 因为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年的雨水好 渤海君冬小麦丰收了 欧阳家也有了几十亩冬小麦田 欧阳就让人送了几袋 磨好的麦子面给了水优寒 纯绿色无污染的全麦面 还是新凉 那味道就别提有多香了 也不用做什么花样 就是普通的蒸馒头花卷都让人香得胃口大开 水优寒历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的 就更加换着花样的吃 各式各样的面条 包子 饺子 烧麦 葱油饼 千层饼等等 把院子里的人都喂成了圆圆脸 果然 面食最养人 尤其是和肉类一起吃的时候 要说院子里变化最大的得说是小碗 小孩子长得快 这才几个月 就从来时的火柴棒变成了现在的小胖鸭 相比起来二妮就让人操心了一些 因为正是当时是难产 二妮生下来的时候就比别的小孩要弱 后来彭娘子没有奶水 这孩子就更加营养不良 现在二妮的伙食和琪儿是一样的 因为她比较大 还比琪儿多了几样 可水优寒看二妮总长不成她喜欢的小胖蹲痒 就请了欧阳特意给二妮看过 结果欧阳就说 二妮有些先天不足 后天又适于调养 虽然没有大爱 但是长大后身体不会太强壮 水优寒身为女人 知道这女儿成年后要承担生产哺乳的重任 这身体虚弱可不成 就加意的对二妮进行调养 因为二妮还小 很多药材不能用 就按着欧阳开出的方子慢慢调理 欧阳担保 这样调理几年 等二妮长大了 身体会越来越结实 其而最让水优寒省心的一点就是 这孩子随她 不挑食 而且属于那种阳光活力型宝宝 见人就笑 很少哭闹 有时候奶娘会把二妮抱过来 和齐儿一块玩 齐儿对于新的小伙伴是非常欢迎的 最喜欢对人家摸摸拍拍 还咿咿咿咿的不知道说一些什么 二妮也咿咿咿的应和 两个小家伙相处得很愉快 手工造卖的非常顺利 几乎工不应求 很多陆经积水城的客商都会带一些回去卖 还有外地一些大家族自己来采买 这样继续在宅子里做手工造 不仅地方不够 人手也不足 水优寒就在隔了一条街的巷子里 另买了一处院子 改建为作坊 还买了三个人进来做工 正是主管手工造的制作 掌握关键工序 小红则负责管账 另外一些简单的亮晒 则是从附近人家雇了些人 小婉和二妮都被照顾得很好 正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她又是作坊的一把手 每天起早贪黑 就在作坊和宅子两边来回跑 正是心细认真 自己又肯吃苦 很能服众 手工造做得也非常好 水优寒就轻松了很多 也就是每天听听正式的汇报 还有隔三差五的去作坊转转 葡萄园那边目前还没有收益 还要养着胡家几口人 不过水优寒去看过葡萄的长势 可以预见今年会是个丰收年 胡家几口人也都本分能干 他们为能够全家一起留在葡萄园 对水优寒感激不尽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 就只穿棉稠的下衫长裤 外面再照一件家常大衫 这个大衫采用的是旗袍的剪裁方式 也是测开叉 不过开叉没有旗袍那么高 而且是宽松式的 虽然也采用了修身剪裁 但不像旗袍那样紧箍身 穿起来非常舒适 头发就更加简单了 水优寒不耐烦书那样复杂的发誓 或是拿根子弹发簪把头发挽起来 或是梳了辫子盆起来 既凉快又方便 睡过午觉 水优寒就翻开账本 看小红用毛笔小凯一笔笔记的收支账目 小红这丫头是个有心劲的 现在不仅记账记得好 就是字也写得越来有模有样了 水优寒联想到自己 还只会看并不会写 也不能说不会写 就是写出来的字太难看了 水优寒看看在炕上努力爬行的儿子 如果他长大了 念书十字后 一定要让他好好学习书法 可是那时候 如果儿子要自己这个当娘的做示范 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把自己那一首蜘蛛扒的大字亮出来 不成不成 水优寒要做个模范母亲 下定决心要练书法 那首先就得照铁林字 水优寒就想到欧阳的书房 欧阳的书房外种着两丛勺药 现在开的正盛 水优寒忍不住停下看了一会儿 欧阳种花很有特色 比如说这勺药种的全府都是 说是既可赏花又可入药 欧阳和水优寒是一个脾气 都不太喜欢让人伺候 水优寒一路畅通无阻进了欧阳的书房 正看见欧阳坐在暗桌前看书 欧阳抬头看进来的是水优寒 就招呼 小韩来了 过来坐吧 大哥下午没有出去 今天只看了两个病人 然后又去药铺看了看 下午应该没事 现在外面还很晒 小韩你过来怎么不打把伞 就这几步路还有树荫晒不着我的 大哥现在可忙 不忙 小韩你有什么事 欧阳放下手中的书 大哥 我想练练书法 大哥这可有好的字帖借给我 终于想起要练字了 我还以为你把账本都交给小红 就打算自己偷懒不学了 以前事情多 现在帮手多了 我就写下来 正好有时间 嗯 也好 你坐坐 我这就给你找 小韩 你要学什么字体 哦 去凯书吧 正凯 对 是应该从正凯开始学 先练好大字 再学写小凯 我当初就是这样 欧阳站起身 去后面书架上找字帖 水尤寒就在桌案旁边坐下 拿起欧阳看的书 原来是本《皇帝内经》 欧阳一边翻简书架 一边对水尤寒说 练字最是需要耐力 我小时候学写字 只握笔姿 还有坐姿 就足足练了十来天 先生才满意了 后来写大字 每天都要写上十几张 量够了还不成 若是先生不满意 就要加倍补足 小韩 你若想写得好 只怕要吃些苦头 听欧阳这样说 谁又还想起欧阳的字 写得就很漂亮 就说道 大哥 只怕我一个人写大字也不行 也得需要一位先生 大哥你看 我请谁好 欧阳在书架旁停住 思索了片刻 认真答道 若说书法 济水城还真有几位名家 这楷书方面 以王念之老先生 和韩书范先生为首 这两位线下也收了几名学生 不过若是让他们收女弟子 让我想想 大哥还想什么 我又不打算成书法家 也不想考取功名 要请先生何必舍尽求远 大哥不就是顶好的先生 教我是绰绰有余的 你若不嫌我教的不好 那我就试试 不过有句话我得先说 这链子很苦 你既然请了我做先生 就由不得你打退堂鼓 我可是很严厉的 极好极好 掩饰才能出高途啊 就这么定了 欧阳从书架上 挑出一本字帖 递给水优寒 先拿着这个吧 一开始不要贪多 打好基础才是根本 水优寒欣然硬了 拿过字帖来看 欧阳又说 你既然请我做先生 我这个先生也不白做 你等等 欧阳转到书架后 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一方燕台 一支毛笔 还有一块墨 又从另外一个柜子里 拿出一摞纸来 一并交给水优寒 这算是我这先生给你的见面礼 水优寒并不懂得见别这些东西的好坏 不过那方燕台造型古朴 看上去非常油润 墨和毛笔也都非常雅致 就十分喜欢 大哥 我也没什么送你 晚上请你吃饭 算是拜师宴 求之不得 两人只顾着说话 都没发觉外面忽然阴了天 随即刮起了风 接下来随着雷鸣 哗啦啦的下起雨来 水优寒也不好冒雨走 就坐下来 看那字帖 欧阳就跟他讲解 该如何握笔 如何韵笔等 又铺开纸张 掩了墨 调出几个简单的字来 让水优寒淋写 六月天海而面 这雨来得急 收得也快 不过半个时辰 雨就停了 太阳也出来了 不过这一场雨 去进了空气中的燥热 水优寒写了两篇大字 欧阳一一拿笔圈点了 一开始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贪多 不怕慢 这一笔一画 都要用心 才能敬意 水优寒点头称是 两人收了笔墨 欧阳就随水优寒 一起到这边院子里 水优寒留乌阳 在屋里陪着齐儿玩耍 他自己则亲自下厨去做菜 夏天也吃不得太油腻的东西 水优寒就拿冬瓜 加干贝和虾米 炒了一盘海味冬瓜 切了一盘盐水鸭 又做了一个鱼香茄子煲 再做了一盘干边豆角 最后又做了一盆鱼头豆腐汤 主食就蒸了两笼酸菜肉末碎粉包子 这个酸菜 不是冬天吃的大白菜腌的酸菜 而是拿大头菜 加盐加醋 做的醋腌酸菜 酸酸的 很适合夏天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吃 欧阳很有酒量 但是自己在家很少喝酒 如果喝也绝不贪杯 水优寒是喜欢悠闲的日子 小灼几杯 正好今春泡了青梅酒可以喝了 水优寒就装了一壶 准备两个白瓷酒杯 还有一小桶冰块 准备一边吃菜一边喝上几杯 饭菜的端上桌 水优寒和欧阳在桌子两边坐了 水优寒就将冰块加到酒杯里 又倒满青梅酒 欧阳第一次见到这种喝法 试了一下大赞 水优寒也喜欢这样喝青梅酒 就联合了两杯 只要再往酒杯里加些冰块 却被欧阳拦下 说是不准他贪凉 水优寒不由想起自己怀孕时 被限制吃西瓜的事 虽然有些忧怨 但是知道欧阳下定决心的事 他也无可奈何 况且欧阳也是为了他着想 如此欧阳喝冰爽酒 水优寒喝常温酒 好在欧阳对水优寒的厨艺 从不吝啬赞美之词 一餐饭吃得冰煮尽欢 此后 水优寒收拾出一间屋子做书房 苦练书法 欧阳也每天按时过来辅导 练完字后 都是水优寒下厨 欧阳带齐二 然后一起吃晚饭 竟成了习惯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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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